嗨 大家好 我是小刘老师 我现在要跟我嫂子 还有我妈妈出去要账 让我嫂子先汇报汇报情况 到底欠多少钱 你拿账哪儿没有 哪儿呢 欠的不多 欠了四百多块钱 四百多块钱 欠百年了 百年了 嗯 中共改五千多块钱 中共再改五千 五千四百 五千交往 第一回给了一千 第二回给了五百 第三回给了 第三回给五百 反正最近给多少回来 我也不知道了 我也忘了 打电话现在也不接 还六个会儿啊 我到过六年再给你妈 过六年我再干 叫你再干干干干门 我打到一块儿给你算 哎呀 啥人 是 干门儿睡得好好的 你这边 你给我干哈 我这边都不差你的钱 一分钱都不带上你了 结果来这感好闷了 现在打电话也不接了 发现你也不会了 走 造大钱 还有四百块钱 我们去要账看能不能要过来 四百八 四百七 多大年龄了 有四十 四十岁左右的能量 年龄也不大呀 年轻子 哎呀 没见过这儿年轻子 这不是刷奶屁了吗 哎呀 就是不想给你欠了 说他 他说来 当时来也没有给你换点啊 你多少你都不敢游过一点啊 你当时你抓去了你 我发现游到时候 我当时你抓去了 别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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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们这次能否成功 看能要过来点 不能 多远呀 差不多的有二三十里的吧 哪伙人 选兔 选典 选典了 咦 他那跑得远的 他死了 他那跑得远的 他就想说不好要掌握你 想来屁 最规近点的人 人家都不给他做 都知道他傻人呗 想说可能他死了 他就跑远点 不知道 不知道 不只跟弟弟 赖着不给 他就是想拿你的钱来 想缺你的钱来 想缺你的钱来 当时我睡了 我说你要是够我的话 现金的话 我这七十块钱我都不要了 我说 我算是拿你的 我说你要是不给我的话 到时候你要是赶我多长时间 你哪一钱还哪一钱 我不会给你收了 嗯 这个货 我当时都已经把话 都已经说到这种点了 他说他小孩上用都没有钱 你上用没有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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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跟我也有点关系 我干活的呀 我处理的呀 这都想拿一账 这都想拿一账 嗯 看见这次能要过来 有费不 这加200块钱的有 到地方一面前 我们要过来 这可不住 我们要过来都写到一扇子门拿过来 写到一扇子门拿过来 写到一扇子门拿过来 写到我来写住 写到写到一扇子门 药 你不要帮你 我买了我买了你